560块5毛 高手师傅 没有一个礼拜 绝对奉不出来 这味道无敌了 158 坑啊 这个很坑啊 美食不照片 吃货请闭眼 车轮面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吃货请闭眼 我是老白 这个点 9点多钟 要不不做了 咱这外卖 吃点浮跳墙 两人套餐458 三人的488 四人的498 三人套餐多10块钱 算了咱就来个四人套餐 三人套餐 是不是要来个饭 鲍鱼捞饭 不管了 就这个 560块5毛 啊 好贵啊 要不要点 点 咱们的浮跳墙到了 现在下去拿 你好 这么沉啊 这么沉 谢谢您 辛苦了 这是我拿过大概 最沉的 午餐外卖了 好 现在 终于拿上来了 你们到底有什么钱困 能卖这么贵 登登 米饭 米饭 这割了四份米饭 哇 这还好沙锅 三 二 一 走 你 我还以为 大家看这食材 登登登登 第三个 三 四份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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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该是什么呢 放了葱花 一个小的碗罐 还有一块米饭 还有一个碗罐 居然还送了个勺子 这是第二个包裹的全部东西 这个是送的吗 我这俩人没有点鸡汤 可能是他们看我太辛苦了 送我个鸡汤让我补一补 鸡汤 那下面我这收的提大家尝一尝吧 它这个食材里面 这这么看有好几根海参 然后还有大的鲍鱼 鱼菌 花椒 我能认识的基本都是这样 然后其他都是米汁食品 尝点鸡 嗯 骨汤 芪殿 初菜 骨呼味 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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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汤 咱们尝尝花椒啊 就是大型深海鱼的鱼镖 哇 吃的还是很欢喜的 虽然说每种食材 味道就是调味啊 咸蛋上都一样 但是每种食材的口感都不一样 有的特别的软末 有的是Q彩 然后有的呢还有韧劲 有嚼劲 哇 这个太不简单了 说明人家真的有高手师傅在 懂这个佛跳墙啊 大家记住这个佛跳墙 一个是做法繁复 还有一个是贵 过去这一个佛跳墙 没有一个礼拜 是绝对做不来的 光这个底汤啊 鸡 鸭 火腿 这种可以吊汤的极品 要熬两三天啊 我们自个儿能吃到的 所谓的佛跳墙 实际上都是减板 减板 再减板 减的都不行了 它就做个两三天 这道菜 据我来尝 是非常非常不错 即使合格 简直有点小优秀 美中不足的就是 同心冒乎这个 我觉得有点过不 你去吃不过就不胳 你还跟个粉丝 糊弄我啊 不过 该能说不错 人家那个味道做得不错 好不好吃 好吃 腻不腻 不腻 想不想再接着吃 想 咱们我还点了一个爆汁捞饭 咱们吃点主食 下面咱们爆汁捞饭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啊 人生几十年的经历中吃的最贵的一碗饭 158这碗饭 仔细扎扎扎扎的那个滋味 看看这几十块都去哪儿了 这个鲍鱼的这个鲜甜味啊 至少这个汁里没有什么体现 没有到达极致 这拌饭来讲还是有点清淡 整体吃起来发闷 没有那么透 有点点小失望啊 尝一碗尝尝 汤不咸 以鲜为主 鸡肉呢 有点鲜甜 就是十几汤的味道 鸡汤炖的很好吃 鸡汤炖的还是合格的 不过我还是更久刚才那个福掉讲 三万福掉墙 半盘人的饭下去之后 基本上吃饱了 那么咱们总结一下好吧 就是今天这个外卖呢 其实点的喜忧餐饭 这个佛跳墙 我是觉得变着了 虽然它很贵啊 五百多块钱 但是你要知道它是佛跳墙啊 而且是四人份的 然后这个豹汁 反正我是没吃中点精彩的 158我就坑啊 这个很坑啊 鸡汤呢还可以 就是普通的神鸡汤的味道 也不太咸 可以撒点盐 就不错吧 哎 但是我下次再也不换这么多钱 咱们买中午饭了 一会儿媳妇回来怎么交代啊 世界很复杂 但至少在吃这么好吃的佛跳墙的时候 我不会说话